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 谢谢 各位同心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叫做盘梁华 那么今天要来看国内 说台湾国内地位政准法 那么由这个标题来看 你就知道标示我们没有政准 所以我们要如何政准法 那么今天很欢迎大家来这 来想这个标题班 很不简单 因为在外面台湾人 六十九年来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 育民教育 把很多家的历史 都家的事件 家的事项 策务的事项我们给你放在我们同心里面 所以我们台湾里面六十九年来 下了很多本舍 那么我们来这里 就是要把这些本舍 这些独装来把它签给出来 这不是三天两枚就有办法签出来 所以秘书顶有出改余 就是那本新台湾论 你在这里三天两枚改不完的 你等于要继续服用 继续讨论 那本舍要讨论通 那么你讨论通 你以后在看电视 他在看保证 你就看到有 就知道国民党用什么保守 在骗我们台湾人 那也会免我教我所作的这个简报系统 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改 好 最大先 我们先知道说 我们台湾在法理上 近台台湾的主管地位有什么样的变法 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改 在一百九五年 日本舍舍依照下官教育 为台青方地来出席台湾和平衡 这个下官条是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是合物 日本舍舍出席台湾和平衡 但是一九十五年 在日子世界大前 日本的广岛长期 由美国和建能聂丸主团 所以来到舍舍后 来到一九五十年 日本政府来签旧金山合并条 禁锢旧金山合并条 来放弃台湾和平衡的管辖治理权 就是地上权 土地的地上权 那么台湾和平衡的主管 也就是日本天皇的手里 这就像说 你有一家土地 我给你做五年 一年十万 我付五十万给你了 定义你把土地的土地上的五年的地上权 你放弃 交给我 我盘梁瓦要做什么 做什么 要做香蕉 做香蕉就在我做 但是五年到你如果不做我 你就收回地上权 那么现在这个日本天皇 把台湾澎湖的管辖治理权放弃 美国是首先就把台湾交给这个部队 来代理美国来占领 来管理台湾 跟平衡 一直到现在 但是美国 跟中华民国在一九七九年的断交 断交之后就不能美国 他们的行政部门 又问他 整个美国的行政官员 所有的外交人员 都不能跟中华民国的官员 做食饭开花 也不能再说中华民国 只能依照台湾关系法 里面所说的 台湾治理当局 他现在用台湾治理当局 这个名字在给我们管 好 那么目前 台湾和平衡 要在主要占领盘国 美国军事占领中 现在依照台湾关的法 由台湾治理当局 以前的中华民国 代理美国在给我们管 这最基本的观念 我们先了解到这 马仔还有其他的工事 他再说清楚 好 来 那么我们回来看我们自己的问题 台湾有很多问题 第一 我们先了解 我们自己 我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如果没有了解 你是什么新闻地位 你会人杀做老伯 首先 我们来看我们到底是队众群的人 你来看这个桌 那么台湾地图有一个粉红色的 这个是高沙原住民族 这个是高沙原住民族 本来如果在三个月前有十四族 最近中华民国内政部 还有同院两个新的族群 有一个叫做卡纳卡纳夫 这个族 这没有几百的 所以它会成年 好 那么主要我们要了解就是 全绿色的旁边西部平原 台湾的西部平原 我们还有一个族 这叫平埔族 并没有族 并没有族 这里有十族 我们来看这十族都在这里 来 第一就是宜蘭 这里有一个克玛兰族 那么台湾地区 这里有一个凯达格兰族 就是阿兵参加总统后 把总统有头前那个 叫做介绍路 跟凯达格兰大道 就是一个纪念台湾地区的 凯达格兰族的并没有族 好 那么 陶族 苗这家有一个族 叫做 道卡斯族 道卡斯 那么中博这 苗栽 中华 台中南道 这里有三个族 在这里沿着 这里像我 有这个 巴泽海族 巴泽 巴泽 有一个 塔普洞 有一个 麻布萨 这三族 那么 这个 这个分寝到家里 这个就叫做 红安亚族 台南岩平最大族 叫做西拉亚族 这族最大族 这族 这族 其实他本身 有两个资族 一个就是 2009年 八月七八 莫拉克风灾 土石流山崩 那些 整个别村 那些 小林村 四个村 差不多 六十个 那么 他们叫做 大满族 是 熟于西拉亚的资族 那么 还有一种 原来西拉亚的资族 这些少人说 叫做 马卡道族 高冰地区 马卡道族 和大满族 他们的一些卫义 和西拉亚族的通 所以 日本人 有分成 这 熟西拉亚族的分支 这个马卡道族 就是 社长庭 选到高雄市市场的时候 为了要纪念 我本身就是 马卡道族 我住屏洞 所以 社长庭 有在这个 总管帝路的旁边 这个 灰车的 总管帝路 旁边 开一条路 马卡道路 在纪念 我马卡道族 这个 你如果要纪 马卡道族 该会纪 你把它纪说 马英九 卡在平交道 灰车来 農的 保释的 对不对 这样你就纪开了 我就是马卡道族 OK 好 好 甚至平骨族 有一些特征 你把你的手 弯起来 你如果看你的手 才有一条 凹痕 有落下的 有的在做手 有的在吃手 有的 有凹痕的 你就平骨族 对 有 平骨族 好 好 阿公 平骨族 不要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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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亲事的意思 干杯 有亲事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都在说 车 车就更大 你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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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我们如果有人在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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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人贫不住 刚才说的 十组里面 有 白骨 我再来纠正 白骨 不要说白骨 客家人 你就说客人 你就不要说客人 好的 好的 OK 好 再来 还有一些特征 就是轮廓 轻轻 你看到像高刀族 有的很遠 高牆大 遠遠 再來就是膚色 像我這一色的 烤後有超過大色 烤十一分熟的這個 很明顯的拼補術 還有一個包括雙眼皮 再來吃蜥 做麻糬要吃麻油雞酒 好嗎 這個是 再來 許醫師 喜慶的宴會 都會請毛孤座大尾 再來 許醫師會請人吃檳榔 好 那就是 好 OK 我們等一下看看 我們是 本土台灣人 有一些特殊的許醫師 好 再來我們來看 是怎樣 我們會拿中華民國國民事務局 剛才秘書政府說了 好 我們來看看法律的問題 他說 日華台北合約 日本跟中華民國 就應該就這個政權 在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1952年4月28號生效 那一天 你要注意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中華民國 不去籌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不去籌議 因為那時候在發說 什麼人要代表中國 發到說 過去不要 他們都不要籌 但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生效後 在美國的強烈 主導和要求之下 要求日本政府 要去跟中華民國簽 所以 我們簽這張 我們來看他 台北合約第十條 怎麼說 就本約而言 中華民國國民 應視為包括依照中華民國 在台灣及澎湖 所以施行 後將來可能施行之法律規章 而具有中國國籍之一切台灣及澎湖居民 這裡你看看說幾個澎湖 台灣澎湖 這裡有一個 來到這裡還有一個 但是這裡到後面還有一個 即遣屬台灣及澎湖之居民 極其好意 這很奇怪 講到三個台灣跟澎湖 其實簡單說 就是 你看最頭上 世衛 世衛就不是了 你會去馬英九 這台北市長有跟高沙原住民說 我把你們當人看 我把你們視為人 那個藝術 他的心裡就不承認你們是人 一樣 他把台灣 遣屬台灣及澎湖之居民 為什麼遣屬 就是1945年 日本天皇宣佈投降那一天 外國的軍隊或外國人都還沒有進到台灣 那時候台灣通通是日本人 包括日本台灣人 包括從日本派來這邊的軍公 叫人人來管本土台灣人的這些人 通通都是日本人 沒有外國人 他們的後代 這些居民 包括他的後代 都叫做本土台灣人 但是都被他視為中華民國國民 我們就是因為這樣 拿到中華民國國籍 然後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OK 其實我們不是 只是為了管 他們要管理我們方便 把我們視為當作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我們不是喔 你要搞清楚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 當時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台灣 日本台灣人 包括他所生下來後代 我們應該都是日本人 你說 美國人娶美國人生下來的人 美國人 為什麼我爸爸媽媽 我阿公阿嬤 他們是大政時期的 或者昭和的 日本台灣人 為什麼生到我的時候 我變中國人 奇怪 那就是錯誤的 我們只是暫時被當作中華民國 國民在管理而已 OK 好 那麼為什麼台灣人會變成 被美國聯邦的地方法院 判作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原理在哪裡 我們剛剛那個是拿到 暫時拿到中華民國國籍 好 那為什麼會變成沒有國籍 就是問題出在這裡 好 在日本跟中華民國 要簽台北合約的時候 之前 日本的政府 那個法院 就把台灣 日本台灣人的 日本國國籍取消掉 所以那時候 台灣人 在這邊拿到中華民國國籍 可是已經 沒有日本 大日本國的國籍了 好 再往下看 1972年 日本去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跟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 這一斷交 剛剛簽的那個 究竟這樣 不是日華台北合約 第十條就失效了 所以我們本來拿到中華民國國籍 也失效了 日本法院又把日本 台灣人的日本國籍也取消 變成兩個都沒有 所以我們變成無國籍 這是美國聯邦地方法院 會判我們台灣人無國籍的原因 那麼台灣人的潛在國籍在哪裡呢 要如何恢復國籍 我們可以根據流球返環模式 流球就是在1969年的時候 日本政府跟美國政府協商 日本政府那時候經濟已經比較好了 所以有權力開始想要回流球 因為流球那時候 美軍在那邊也做了很多 違背流球人民人權的事情 傷害到流球人民的感情 所以那時候流球的人很反對 美國在那邊設 加索納空軍基地、普天堅基地 所以想要把美國軍隊趕走 或者把流球收歸日本國 所以日本政府跟美國政府協商 說我要付出多少代價 你才要把流球還給我 美國政府 尼克森政府是開價3億2千萬的賠償金 所以日本就把這筆錢交給美國以後 他們簽了一個流球返環協定 根據這個流球返環協定 在1972年的5月15號 就把流球還包括間隔群島 就是釣魚潭 通通還給日本 好 那麼當時候的流球人 在還沒有返回日本之前 流球人要去日本那四大島 北海道、九州、本州、九州、四國 或者是你要去東京讀書做生意 你要向美國軍事政府申請旅行證件 那時候流球已經跟日本等於是說國外的關係了 你要拿等於說美國所發的類似護照的東西 才可以離開流球 進到東京或者是北海道 是這個狀況 但是返環以後 日本人在流球的那些人自然又回歸日本人 本來他們是國籍等於被限制 他變成外國人 被受外國的軍事占領 好 那麼國籍還有分屬地主義跟屬人主義 歐美先進的國家 他們都是用屬地主義 只要一個孕婦在你那個國家 好比說美國 把小孩子生下來 那個小孩子自然就拿到美國的國籍 或者在美國的飛機上 美國的船舶上生了小孩子 那自然都變成美國人 那個小孩子 那麼這個屬地主義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在那個土地生下來 就是那個國家的國民 然後你長大以後 你自然會愛護你那個國家 你不會去破壞那個國家的環境 空氣 水 泥土 土壤 你不會去給它破壞 會去生產有毒的東西 來破壞自己的國土 環境 你會去愛護 去保護它 這個是很自然的人性 但是東方做到漢人中國思想的 就大部分屬人主義 都是父權思想 就是這個爸爸 以爸爸為中心 爸爸娶這個太太 不管他移民去到哪裡 好比說以前美國大西部在開發的時候 從中國的沿海 廣東福建 就是用類似人口買賣這樣 買了很多華工 就是到舊金山去開鐵路 結果鐵路建設完成以後 那些人就也沒有錢買船票回來 就在當地落地生了 可是那些華人通通集中在一起 他們自認為他們是華裔 他們不會落地生根 他們集中在一起 叫做Chinatown 唐人街 有沒有 那麼唐人街就是代表 在那個地方最落後 治安最差的一個環境 如果有某些人 這些華人有賺到錢 他就要把錢拿為他們的祖國 要去蓋大房子 光中要租 他不會投資在當地 造福當地 所以為什麼很多 美國究竟在那邊會排華 印尼會排華 馬來西亞排華 就是因為所謂的華僑 他們只顧自己的社區好就好 那背的地方差 那不管 不會融入當地社會 這是屬人主義的壞處 不管幾代以後 他們還是自認為他們現在是華僑 中國人 這樣子 好 那麼我再回來看我們的台灣學統 到底我們的學統跟所謂漢人的學統有什麼差別 以前有一句話 聽起來好像對 其實你把它想想 當時 鄭城公來台灣 跟荷蘭人關照之後 換台青派的人來台灣 那時候台青海金 跟鄭城公的人 都抓起來 抓不到就跑去穿山來 那時候台市的台市 村的抓起來 都站在台青 他不會讓你老大家 將來還要返青富民 所以海金之後 你要看到 你要看說 你要有多少 幾代青那邊走來台灣的 很少 要走來台灣什麼政行 都坐監翻課 那時候不一樣 流浪的 頭部的東西 冬府要抓起來 不敢會走路來台灣 不過 要來台灣要拚命 因為那時候 台灣海鷹黑水高 那時候 全社會 稍微一個方向 全社會變成了 死了 所以 我向看 晚上在睡 不對 當山來 阿公也很少 阿嬤更不用說 因為 女孩子那時候 大青綁小腳 行動不方便 她為了這個 怕這個女孩子 或老婆跑掉 都故意叫他們 要腳殘好 跑不遠 很快就可以抓回來 好 好 那麼 唐山公很少 唐山阿嬤更沒有 那我們台灣的阿公都死光了嗎 對不對 所以 這句話有問題 好 而且我們來檢討 唐山公來台灣 十個裡面 六個會死掉 為什麼 平均 在台灣海峽 船就翻掉 整船人死了 好 幸運的有上岸了 四個 三個留下來 一個又回頭 後悔 哇 這個地方 生活不習慣 因為台灣又濕又熱 張力之氣很重 所以 可是這三個 你說真的它會 留下來就會活下來嗎 很難耶 我們來看 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 那時候就是 有琉球的漁民 因為可能碰到颱風 什麼 那個船擱淺了 所以上岸下來 結果 可能是因為誤會 本來高砂 這個南排灣族的 有把他們救上來 可是 我是看文獻是有講說 這麼一個狀況 就是說 一大早 那些 南排灣族的人 磨刀子 準備要上山打獵 可能抓一些山豬 或者是什麼野獸 要來 招待這些日本人 留球的人 可是在磨刀 哇 可能是產生意味 以為磨刀要砍他們的人頭 所以 那些日本 那個漁民就跑 結果 反正有產生誤會 所以 殺到剩下 大概12個人沒有沙子的 然後就被 在保麗村 車程的保麗村的 那個平埔族 把他護送到鳳山的縣城 然後轉送回日本 日本政府就抗議大清 你為什麼你們的 你所管轄的人民 殺死我們 日本琉球的移民 那麼 大清給他回消息 說 那是化外之地 非我所管轄 就是番地 那些都是生番 不是我說管轄的 既然不是你管轄 日本政府就發文說 那如果不是你管轄 那我要出兵去給他討伐 大清又回消息說 法以不法 由貴國制裁之 你要不要去給他處罰 你自己決定就好 在這個情況下 那時候日本政府已經在明治維新 從歐洲 尤其是去德國 普魯斯 學了很多陸軍作戰的技術 而且有先進的槍炮 有三炮 那沒有地方可以試驗他 從歐洲學回來的這些技術 可以用兵試看看 他就起兵大概三千 然後由西鄉重到領兵 坐船 就從車程的沿海 由一個叫做社寮這個地方登陸 然後就跟牡丹社的這些 南排灣族在石門古戰場 就在那邊打了一仗 那麼我們的高砂 這個南排灣族 武器很簡陋 只有單發的那個獵槍 還有長矛 還有弓箭 可是日本是正規軍 有機關槍 有步槍 有三炮 可是也打得很辛苦 為什麼 因為我們高砂族本來就是 手裂的高手 弓箭也很準 OK 裂槍也很準 但是它是單發的 但是 日本的正規軍總是比較有訓練 只要是白天 就是日軍會打勝仗 可是一到晚上 我們高砂原住民就神出鬼夢 來無影棄無中 很多日本兵就被殺了 可是日本人也不敢大意 所以就是白天攻進去 然後晚上就趕快撤出來 所以在那邊 焦灼戰 日本軍真正有 在打戰的時候死掉了 大概四五十人 可是在那邊兩三個月的時間 在焦灼的狀況是這樣 日本人生病 為什麼 水土不服 還有被蚊子一釘 日本 我最近去五六次 我沒有看到日本有蚊子 也沒有蒼蠅 那就是因為他們那邊 可能寒帶 到冬天很多蚊子 通通死光光 一帶一帶 到後來就沒有蚊子 我是這樣猜想 不一定是這樣 所以 日本人沒有被蚊子釘過的經驗 一來一釘 就得登革熱 天果熱 那你如果是 出血性登革熱 那死亡率那時候沒有要 死亡率很高 好 這就一個 還有一個水土不服吃東西 那時候台灣蒼蠅很多 到處沾你的食物 沒有蓋好 蒼蠅一碰 你一吃就拉肚子 拉肚子脫水也會死掉 還有被毒蛇咬死的 反正就得了那個麻辣力 痘痘什麼那些病 所以來這邊死了五六百人 日本部隊嚇到了 好 所以你從這樣 日本他還有軍醫來照顧這些 那這些士兵都死這麼多 那唐三 所謂唐三公來台灣 留下的這三個 你說他會活下來嗎 我看最多活一個 十個來 大概只有一個會活下來 所以唐三公會非常少 而且唐三公 你注意喔 閩南話 我們以前常常聽說 堪臭 有沒有 堪臭 我以前以為說 我堪臭是男孩子是圈女孩子的手 就是堪臭 這塊堪臭 其實錯誤 母系社會 那時候 蘋果是母系的社會 媽媽比較長權 家中的錢財 包括她的發號施令 都是女孩子 媽媽是尊貴的 所以 她如果看到 比較長得高大 或者暈近的 這個女孩子就主動 去牽這個男孩子的手 牽手 後面還有一句話 爪王 沒聽到嗎 牽你的手 爪他回來做彎王 爪王 我們沒聽到說爪母 是女孩子主動 牽男的手 就她回來做彎王 爪不 所以你們女孩子是 以前是家中的家長 老大 OK 所以你不要看清自己 那在這個情況下 剛剛所謂的唐三公 其實他們來台灣 都招了我 沒有帶什麼家產來 他來第一個 就是去找做 有靈工打靈工 沒有工作了之後 他就當乞丐 有沒有 因為他們剛來 沒有家可以住嘛 晚上就去住那個廟宇 廟宇的牆壁都會畫 十八樓漢 有沒有 他就住在那個廟宇 那個牆角下 上面畫十八樓漢 所以米南華都撐那些 他們乞丐 叫做羅漢卡 有沒有聽過 羅漢卡就是這樣來 就是睡在那個 畫十八樓漢的牆角下 下面 羅漢卡 就是乞丐的意思 一個有尊嚴 有主動權力 掌握家中的財政大權 會去找一個乞丐來 找他回來做公 很困難 所以登山公很少 那些光棍到老死都娶不到台灣老婆 所以唐山來的基因很少 OK這樣你懂嗎 因為我們台灣阿公很多 除非說那個唐山公 那個德漢卡 真的長得又高又帥 像金城武 像劉德華 那我們台灣的阿嬤 反正老子有錢嘛 就缺一個圓刀賞 沒有關係啦 你沒錢很 看起來髒的沒關係 可是我看你輪廓是很英俊 還是帶回來 把他洗刷乾淨 買好的衣服給他穿 就很帥了嘛 老子有錢的 只缺一個陰菌小雜的 男孩子 可是你注意一點喔 如果簽他的時候 召他來當先生 如果說適用 不是說適用啦 如果說後悔覺得也不怎麼樣 那怎麼辦 等這個男孩子出去工作 他把他的家當收一收 用備單啊 或者是吵架 睡一睡 就放在門口 那個男孩子一回來 看到他的家當被擺在門口 他就知道他被修膚了 修膚 離去海口吃東西 哇 這個意思 這樣 你看那時候女孩子 是比較有權威的 那是因為漢人後來大清212年 漢人都是大男人主義 所以慢慢改變變成 反而是現在男孩子做老大 有沒有 是這樣子的 不然以前台灣是母系社會 所以女孩子吃才是最大的 好 再來 戰敗之國 的人民都要離開台灣 所以也保存了本土台灣人 有85以上原住民選統 我比較喜歡用主啦 原來這塊土地的主人 這些人民 好我們來檢討看一下 戰敗國荷蘭 荷蘭被鄭成功趕走 那時候荷蘭只拍兩千多個人 住在熱澤蘭城 安平古堡 安平這邊 然後 鄭成功也不太厲害 鄭成功拍了兩萬五千人 大概他的十倍的兵力 圍了快一年 圍到他們淡盡元絕 沒有糧食可以吃 只好投降 好 荷蘭人通通走了 所以荷蘭人的血統留下來很少 好 鄭成功 在台灣大概只有22年 就被大清 那時候師郎叛變 引清兵把鄭成功打敗 好 所以鄭成功的軍公教人員 沒有殺者的通通又抓回大清 他怕留在當地 又跟本土的台灣人貧捕族 又合在一起 又要反清復明 所以通通抓回去 好 所以政治 很少基因留下來 好 但是大清帝國1895年 被大日本帝國打敗 所以日本人簽下官條約 有一條規定說 給你兩年的思考期 這兩年你如果讓我日本管 你不習慣 你可以被賣家產 你離開台灣 就是台灣騰武 所以到後來日本算一算 大概只剩下八千多個人 是大清的子民 但是他們都是留在這邊 做生意的比較多 那些人很少 比例很少 那時候台灣人大概有三百萬人口 但是大清的子民留在台灣不到一萬人 所以是三百比一 你大概用這個方式 三百比一佔很少的數量 等於是百分之零點三三 OK 好 那麼大日本帝國在台灣 治理台灣 很用心治理台灣五十年 可惜 因為戰敗 所以被美國打敗以後 大日本帝國 那時候1945年 台灣人口大概有六百萬 其中大概有三十幾萬到四十萬 是日本從內地派來台灣 管理台灣的軍公教的人 但是這三四十萬人 在1945年以後 就被蔣介石的部隊又通通遣送回國 好 所以日本有留下來一些基因 但也不多 有一些在台灣出生的叫做完生 好 所以從這樣來看 你就了解說 外國人的血統留在台灣黑山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是平埔族 有85以上原住民 就是包括高刷 或者是平埔族的血統 這一點 你如果不相信 你可以去驗DNA 用你的唾液或者抽血 北部地區可以到馬街驗 林瑪莉醫師 他是專門研究台灣人的基因 或者南部你可以去高雄醫學院 也可以去驗 OK 好 我們繼續講 那麼你看 我們這樣討論一下 台灣真的很多問題 好 我簡單講一個 我小時候看我父母親養豬 大概兩百天 七個月 那個豬就可以拿來吃 或者是賣 那我那時候經常是 沒有錢註冊 我媽媽就養豬 就等賣豬的時候 我才有錢可以註冊 繳學費 對 可是 1949年 蔣介石 從中國 引進了快兩百萬頭豬 讓我們養 養到現在 養69年了 不能殺來吃 聽好不好 也不能賣 我們常說 中國豬 好不好 只會這樣來 一直吃一直吃 放得全腮油 現在中國人來台灣 去投也是 他們一條龍 從遊覽車公司 到旅館 到飯店 到賣小米仔的這些 通通是他們 中國大陸人來投資 所以我們台灣人賺不到錢 賺到什麼 賺到腮油 所以我這邊說 台灣有很多豬的問題 台灣豬問題 好 繼續 那麼日治時代 為什麼台灣人口 腹肌腾肯 現在為了被塗抹很多黑塊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都是被塗抹 大清管理台灣 治理台灣 212年 沒有在做戶口腾本 你看日本人 一步一腳印 很認真要好好管理台灣 所以他要了解台灣 到底台灣有住多少人 那些部落 都是什麼族群 是哪一個族的 他們要調查清楚 這個村莊這個部落有多少人 所以他開始調查 而且這些人是講什麼語言 開始調查 可是 蔣介石政權來以後 他發現 這個裡面講了很多本土台灣人的身分地位 不可以讓我們知道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因為他來就騙我們 你們已經回歸中華民國祖國的懷包 你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樣騙我們 有沒有 結果他怕我們知道我們的身分 我們如果是知道我們的身分 我們就不會跟他合作 他說我們都是中國人的時候 我們會跟他合作 好 所以他就把它抹黑 好 為什麼要抹黑 其實日本來調查的時候 他先分你是講哪一種語言的 好 好 好比說陶竹廟我們這個地方 本來這附近都是講客家語 現在都是大部分講客家語言 其實他以前不是講客家語 以前他們是講道卡斯族的語言 可是因為200多年 從正直人工一直到現在 快238年 那麼你想看看 那麼久以來 大清派人來這邊 也是派客家的官員來 所以客家語言在這個地區 變成是官方語言 那200多年以後 很多道卡斯族的人 可能就不會講客家話 講那個道卡斯族語 而變成會講客語 就好比日本來統治台灣人 我爸爸媽媽他們那一代 有去讀工學校的 他們同學會的說 日語都講的嚇嚇叫 好 蔣介石來派部隊來到現在 69年你看 我們現在講北京話 講的嚇嚇叫 我們的小孩子現在 閩南話都講不清楚了 都講北戀登 現在北京話 從幼稚園 你從電視上看到的節目 大部分都是北京話 所以他們反而閩南話不會講 都講北京話 69年 那你看212年 加正成功22年 一直到現在 當然很多人就把自己的族語忘掉了 好 所以日本人來調查 你只會講客家話 那你本來這裡是道卡斯族 那你已經不會講了 講你們的族語 他就會給你寫你是屬於廣 廣東的廣 你不要以為你是廣東移民來的 不是你的祖先不是廣東移民 而是你們現在講的族語變成客家話 所以他給你寫個廣 好 然後他繼續調查 這個村莊還會講 你本來的族語 好比說高砂 高砂比較沒有被銅化 為什麼 高砂那時候會出草 大清的正規軍沒有來 大部分都是寫勇 如果正規軍他會寫一個兵 有沒有他以前那個畫 背部都畫一個元件 如果寫兵 那是正規軍 如果寫個勇 那是義勇軍 都是臨時招募的 勇有沒有 他很笨 他畫個元件好像靶金 我們射弓箭就對著那個元件打 就射中笨了 好 那我們剛剛講 你那些大清都在延山 平地到高山這個地方 就會射叫做人子關 所有的大清所管轄的人員 到這邊都要停止 因為你如果進去被出草砍頭 大清不管 不負責任 所以會各地都會射人子關 所以很少人會進去高山原住民地區 所以他們被那個銅化的機率就少 所以原住民的民族他們的服裝 他們的生活習慣 他們跳舞或者他們講的語言都保留著 所以那些後來日本人就說 所以那些後來日本人就說 你會講你自己的族語的 那麼就叫做生番 有沒有 那平埔族如果會講你平埔族的族語的 他就給你寫熟番 我們台灣人平埔族大部分都被叫熟番 所以我們被稱為番還分生的跟熟的 熟番就是說比較好溝通 比較好童話 所以叫做熟番 我跟你還容易熟嘛 很快就分熟 到山上不行耶 講不清楚 講不開心 嘴巴就噴了 對 好 那切煩 講都不聽 我們都會這樣捏對不對 切煩就這樣來 好 OK 好 所以 你如果要講閩南語 忘記你的族語的這些平埔族人 他會給你寫個福 因為閩南語是從福建來的 福建簡稱閩嘛 福建的南部叫做閩南嘛 所以鄭成功那時候要來攻打台灣 他就在閩南地區招兵埋馬 張州 泉州 廈門 金門 在那邊招兵埋馬 這些地方都講閩南語 然後在金門的廖樓灣 四師起兵來攻打安平 把荷蘭人趕走 所以後來鄭成功在管台灣這段時間 就把閩南語當作官方語言 尤其他們有一個軍師 叫做陳永華 現在台南有開一條馬路 在紀念這個軍師陳永華 叫永華路 他就是閩南人 他就在安平蓋了第一間孔廟 叫做全台首學 在那個地方開班 用閩南口音來讀漢語的四書五經 倫理這些 那麼就這樣的關係 閩南語變成在台灣 大部分的地區的官方語言 你看兩百多年一直到現在 所以我們拼捕族都受到同化 把自己的族語 剛剛講的十個族群 凱達格蘭族也好 然後咖啡拉 麻布拉 咖啡 還有西拉雅 大部分都忘掉了 通通在講閩南語 那很可惜我們本土台灣人 最早我們還講 我們說的就是萬年紀萬年紀 說好不然說民進黨才獨立起來 現在把萬年紀動作台灣的台語 大錯特錯 我們真正的台語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族群 西拉雅族 道卡斯族 包括高沙族 夏塞族 或者是泰雅族 他們才是講 他們講的才是真正的台語 我為什麼會這樣 我大概四五個月前才覺醒 就是克里米亞被俄羅斯併吞 他鼓勵克里米亞人獨立 然後他們的議會投票同意 並回俄羅斯 我忽然才想到 因為那時候在公投之前 俄羅斯就派重兵到烏克蘭邊界附近 等於半恐嚇 他說如果情況不好 我就要準備出兵到克里米亞去保護 那裡大概百分之六十的 講俄羅斯語言的克里米亞人 這些俄羅斯一的人 我才想到說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 將來如果從福建閩南要派兵到台灣來保護 你看我們現在百分之大概八十五都講閩南語的這些 中國一的中國人 然後鼓勵我們公投 獨立公投 獨立以後 再由像現在的中華民國體制裡面的議會 現在都是立法院是不是國民黨戰鬥處 一通過我們併住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我們慘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要再講說 閩南語是台語錯 閩南語是閩南語 閩南語跟北京話師一樣都是從中國來的 從大清那邊過來的話語 包括客家語 都是外來語 所以蔣介石的政權怕我們了解我們的身分 了解我們是本土台灣人的身分 我們只有分熟患跟生患而已 都是土著台灣的原住民 這點要先搞清楚 我們不是中國人 還有這個 是今年的2月25號 被要求撤銷戶籍註記為熟 熟翻的熟 台南市政府次內政部管太多 因為日治時期那時候講熟翻 並非法定原住民族 這是國民黨政權的說法 我們就是熟翻 我們就是翻沒錯 好 那等一下會繼續講 好OK 那麼我們再來檢討 中華民國軍事政府來到台灣 他用哪六招 就把我們台灣人壓制統治的服務貼貼 好第一個我們來看 利用228事件 1947年228事件 有計畫的蔣經國事先 就派情報人員 台灣各地鄉鎮市鎮 就在搜查哪一些是 有領導能力的民流士聲 造冊 好 這些人才大概有三萬人 就把這三萬人按照名測 通通屠殺掉了 這三萬人的精英 就是日本政府花了50年的時間 才信念出來的 因為他們知道 中華民國是三流的國家 要來管一流的日本台灣人 一定管不來 就好像現在 如果我們是叫菲律賓也好 他是比較落後的三流國家 要來管我們台灣人 我們會服氣嗎 一定不服氣的嘛 你什麼都不懂 電腦也不懂 要來管我們 OK 一樣 好 再來 因為你要領導康棒 一定要有精英才會領導 好 那你要領導康棒也要有錢 可是他搞垮台灣的金融 還有經濟民生 為什麼 蔣介石的政權來到台灣 發現台灣真的是寶島 物產豐富 而那時候他們開始在國共內戰 需要很多糧食 那麼 還有很多戰略物資 那時候日本在各地的倉庫 集滿了很多的這個 糧食 可是都被蔣介石的人員 偷偷偷賣到上海去 一半放在自己口袋 一半去支柱國共內戰 結果 你知道嗎 這樣一直運出去 而且他有些像民間買 他就一直運錢 舊台幣有沒有 他用紙 像銀杖這樣有沒有 我們這樣 收銀拜拜 一直運 你說 這一千塊 就運 幫你換 這五百也運 幫你換 王爪幫你換 東西都幫你換了 台灣人 給台灣人錢很多 東西又換了 吃 穿的圓圓都換了 現在我們錢開始 1946年 不是1949年 6月15號 就用行政命令說 現在來 現在該 你來拿四萬塊 來換我一塊的 他現在還印新的錢 就是新台幣 四萬換一塊 你本來 你本來 家賣多少錢 我四萬換一塊 你如果有四千萬 四萬換一塊 你存一千塊 你又變賣車 對吧 就這樣 跟我們台灣人的有錢人 有錢人本來 你如果要發 大家要來 擔心我們 帶到空去 你不知道要出錢 請人家車 還請人家吃飯 好嗎 這就要有錢人 有辦法做 結果 這些人都變賣車 看經濟民眾 台灣人說 都賛屁屁 沒有錢好買的東西 大家過山回家就不會 沒有用湯口去 跟你們在買空魚 這樣對不對 好 台灣人 沒有錢也沒辦法去空魚 再來 把大地主 變成小地主 三七五檢竹 庚者有祈田 大地主 叫你們說 你現在土地要放出來 三七五檢竹 庚者有祈田 庚者有祈田 中國人 走來台灣 他有帶中國土地來 這帶不來嘛 我們跟俄勒說好 德政 電郎說 這應該叫這個好人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會 今天還在笑人 蔣介石 就是說 哦 如果沒有他來 我們沒有土地 其實 這個制度那裡 他怎麼沒有要帶中國實施 他帶中國實施 他帶中國實施 衰倒 他來到台灣 這都不是我帶來的土地 黑白 黑黑黑黑的 跟這些地主 都冰小地主 冰小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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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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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抗議不來了 再來 用白色恐怖 他在北台北市 再來 你如果說不到的 說不到 跟國民黨聽 就拿到去關 關到省少不 所以 沒有人敢說實話 所以背後這幾個 十多人都交代 飯雞吃飽 微減說飽 小人 有心無嘴 聽就好了 都不能說 說出事 我們知道嗎 因爲台灣人 自己的限縮自己 控制自己的視線 不能亂講 不能亂聽 就放在給國民黨 都做勞動的 再來 敵性反轉 身分錯亂的 疫苗教育 剛開始 日本天皇全部台灣 我們台灣人開始煩惱 哇 現在美軍也進來 還是中國軍也進來 台灣人慘了 沒有想說 他們中國人 這句話很會說的 很會跟你相應地病 來聲跟我們騙 親愛的台灣同胞們 你們都回歸祖國的懷抱 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一起來打拼 哇 我們本來打敗戰 很美手 我們是中國人 本來從這邊打敗戰 跳到這邊 我們是戰勝國這邊的 通通短視盡力 跑到戰勝國中華民國這邊來 這就是身分錯亂 敵性反轉 我們本來是我們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是跟中國人 開槍打仗的 他這樣給我們騙一下 我們就從敵對變成 我們是 站在跟他同一國的中華民國去 身分就錯亂用這種 育民教育 好 然後用假的民主選舉 你看 他有黨產 他管控所有的電視媒體 報紙 有沒有 電台 電視台 所有的媒體 所有的歷史 或者事件的解釋權 都是在國民黨手上 他把黑的都講成白的 把假的都講成真的 所以我們台灣人都被騙嘛 所以為什麼 你說2300萬的人口 台灣人住在台灣這邊 300萬你把它當作是 真正的存種的中國人 其他兩千萬是本土台灣人 可是其中兩千萬的一半 一千萬人 被育民教育 敵性反轉 他變成中國人 他說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跳過去 所以為什麼我們歷一次的 總統大選我們都會選書 剛才只有阿扁 三腳都開 扣了會燒爐 有沒有 要不然一對一的 他們都會輸 都是一千萬 對一千三百萬 我們輸 85%的台灣人 會選輸 百分之不到15%的中國人 就是我們 中了這個 移民教育 敵性反轉 身分抽爛 我們常被人家說翻 OK 我們來看 荷蘭人來管台灣的時候 引進很多好的植物 我們來看一下 翻石柳 外國進來的都叫做翻 你看 番茄 再來 再來 薑 薑本來種在土甲 對不對 但是這個先在上面 變番茄 薑 這位荷蘭人來的 番茄 還有番薯 有沒有 番茄 還有 番茄 還有 番茄 有沒有 番茄 外面都叫一個番 番茄 怎麼會 有沒有 荷蘭人我們跟他說什麼 紅門番 他們紅紅 荷蘭人 荷蘭人在用的土 有沒有 水泥 我們叫做紅門土 紅門土 對 紅門土 對啊 就是他們以前台灣沒有 因為國外 他們荷蘭那 他們來台灣 如果要做防禦公司 要用紅門土 就是他們 我們叫紅門番 頭門紅紅 我們叫紅門番 紅門人 紅門番 在用的土 叫做紅門土 你知道嗎 好 好 我們先回家 對 從外國來的都叫做番 我們住在本地都說 我們從叫做提番到石番 怎麼對 我們在地的呢 所以我本來想想 啊 我們常在說我們台灣人叫做韓籍啊 韓籍就韓籍就韓籍 老邊叫老蝦子對不對 那家庭長有沒有 那老蝦 不對啦 他們要叫做新韓籍啦 要跟他拒賣也沒關係啦 他們是外來的嘛 你會記得理念會說 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 從中國來啊 他是外來的 他們要把他們叫做番 他們叫做韓籍 我們是在地的蝦子 沒有人在說番蝦子 都也說蝦子而已 怎麼有人在說番蝦子 啊 這沒有人在說籍 這個叫做籍 這個叫做韓籍 在外國來的要叫做番 叫做番籍 啊我們台灣的蝦子 沒有人在說這個番蝦子 都也說蝦子而已 對吧 所以我們要叫做蝦子 因為就是新韓籍 我們知道嗎 我們都說不對了 好 今天我們台灣人 大家都用創蝦子 倒邊亂去了 好 你知道嗎 我們是本地 我們在地 我們是蝦子 他們就是韓籍 你要勉強 這個我就沒意見了 好 再來 國家民族錯誤的認同 我們來搞清楚一下 好 因為我這個課時間不太夠 中間有要上廁所自動去 不用報備 自己點點去 頭頭回來 好來 我們都撤把中華民國當作我國有嗎 最近這幾天大家都說 中華民國是最大公約數 撤誤 不對 本土台灣人 吃到最大公約數 他們都跟我們騙說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如果有的朋友 有識財人 如果你說 我們都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我都跟他說 等一下 你是狗 也是人 我都跟他招勸 好 所以 有的我剛才問你怎麼這樣說 說對了 你要做中華人 你去做 你才會說 我們 不要跟我說說 探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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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馬英九剛才選擇總統 10月份就請陳雲林來台灣 陳雲林要來台灣 為投影機場 到上南到18市 沿路 馬英九政府整項 不能插中華民國的拆電機 所以派他們 中華民國建設處在搜索 然後看到中華民國的拆電機 都收拆起來 不用唱的 唱給他拗彈 等到本社會 中華民國都不要他們的國旗了 等到 都在收 都在等本社會 我們在滾的 競然說中華民國的拆電機 在那在捍衛中華民國 要打他嗎 那種小腦家說 人已經沒有了 我們還在捍衛中華民國 要讓陳雲林說 我們是中華民國 你看到頭部有拆的嗎 就標誌說 國民黨交易成功 再來 在台北市 五千元機 爬爬杯 沒什麼事 因為 這中華民國的建設 不要叫派建設在鼓 這他們老大哥的機 不能讓我們台灣人 他把他唱來 然後等他跳伏 放火燒 不可以 這不可以不留老大哥的國旗 所以要派建設 補貨 你看 我們台灣人 是不是 香港早上有很慘 再來 兩千十幾年 英國倫敦奧運會 這裡 當時倫敦奧運會 在這倫敦市有掛中華民國國旗掛在這裡 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 所以你為什麼沒有用奧運會的模式 用五環旗 為什麼不放這個國旗 倫敦奧運會知道理會 趕快就把那個旗子降下來 我們台灣人六七那邊捍衛中華民國 在這裡再電了 好不好 這個很典型 再來 來 電音三太子 這最有台灣美的 這兩千塊九年 丹國工期在辦四大運的時候 電音三太子搶到現在 這麼年輕的也在這樣 跟 都在發中華民國的車輪牌的 郭友吉 大家歡喜和笑咪咪 是不是台灣人 又讓小腦子都投給他 再來 好再來 我們常常這樣講說 欸 今年 國台辦主任張志аньше來台灣 就沒有出市場一起 五千公囑馬罹中華民國的 близ南起 不能說這樣 主題 繼續來看 國家認同錯誤的始終翁者 好來 我們來看 到底是什麼 讓我們全都說 來 中華民國民進黨 她的1999年 台灣前途捷運在這裡說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做中華民國 很丟臉 李登輝總統他講 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可以看到他流亡的遺跡 中華民國本來在中國大陸那邊 但是因為國共列戰打敗 所以中華民國遷移在台灣 還可以看到流亡的痕跡 可是為了陳水扁2000年要選舉 所以他在1999年就修改台獨黨綱 為了要爭取中間選民 可是他們都是讀法律的 他不知道 你說你要出賣台灣 你也賣個好價錢 結果你看這個是連賣都沒賣 台灣等於中華民國的意思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 叫做中華民國 連賣都沒賣直接用送的 你說不然你要出賣台灣 賣一個較好的價錢 大家來本館要有錢人要開 沒有耶 我們都沒有領到 直接就賬我中華民國 他不曉得這樣的法律 對台灣多大的傷害 好 然後換蔡文當主席 他也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一樣連賣都沒賣直接用送的 你說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外來政典 李登輝還說是外來政典 他說他現在是台灣政府 哇 有把台灣送給中華民國 而且又有一個政府 把現在這個流亡政府 變成合法的台灣政府 就地合法 這是違反國際戰爭法 我們來這邊上課 最重要兩件事要記清楚 軍事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美國去攻打伊拉克 把伊拉克佔領以後 伊拉克沒有變成美國的第51州 一樣美國去佔領琉球 琉球也沒有變成美國的一州 一樣台灣被美軍佔領 到現在69年 台灣也沒有變成美國的一州 所以因為我們是日本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分不出去的 所以也不可能變成美國一州 還有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中華民國流亡到台灣 以後69年 他不能在這邊就地合法 可是你這樣的方式 是要讓它合法化 這是錯誤的 違反國際法 好 改正我們錯誤的一些 延遲的例子 我們來檢討 我們常講外省人 這句話錯誤 那我們要怎麼改正 應該怎麼稱呼 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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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中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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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你很好分 台灣只有兩種人 你會說兩種人 一半是女的 另外一半是男的 不是啦 一個就是本土台灣人 就是1945年8月15號 日本天皇宣佈投降那一天 還住在台灣朋友的我們的阿公阿嬤 包括他所生下來的後代 都叫做本土的台灣人 OK 那時候外國人都還沒有進來 好 後來進來的這些 我們都給他稱作外國人 包括中國人 或者美國的記者 外國人來這邊做工作 他們都是外國人 分這兩個人就很清楚 所以所謂的沒有外省人 因為你如果說他是外省 我們是本省 那我們就是變中國的一省 我們不是中國的一省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台灣 好 再來 我們常講說全省 專省有房都有在賣 怎麼聽 電台常常在聽這個講歌 專省 國地的服務 沾都有在服務 專省我們都說得很慘 不可以說專省 專省我們就變他的一省 好 那麼我們來改什麼 有人知道嗎 全國 我們台灣不是國家 我們台灣的國家叫做大日本國 所以只看台灣不是國家 台灣倒 台灣倒還好 來 我跟你說好了 說全台灣 我們全台灣都在賣 你如果說專省人 他又變人的一省 對不對 再來 大陸 我們常常說 你如果跟一個美國朋友 你說 我後禮拜要去大陸七頭一禮拜 這美國人喔 他就打得要抓一下 說到底你是要去哪裡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有六個大陸 北美洲大陸 南美洲大陸 非洲大陸 歐洲大陸 澳洲大陸 還有一個亞洲大陸 六個大陸 美國人說 嗯 你是要去這六個 哪一個大陸去玩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改什麼 對了 對了 就是要改中國 很清楚 你說我下個禮拜要去中國 玩一個禮拜 很清楚 你給他說大陸 他就不知道 現在還有南極大陸 好 再來 省道 省道是錯的 那我們要改什麼 省道 省道 我們是講整個臺灣 好 其實 我剛剛講的 大群 治理臺灣212年 沒有能力 也沒有好的意願 或者好的技術 可以從基隆 開一條道路 開到屏東 我們村 日本來臺灣 大概只有11年 就把臺灣這一條道路 從北到南開動 就只有西樓大橋 還在打橋墩 因為那個 橋太寬太大 所以那個 一般大清在治理臺灣都是小路 而且一道有河流斷掉了 就要等冬天乾旱的時候 才從河床走 一下大雨就斷線了 所以大清真的很兩觀 兩觀 好 所以這條路我們要 很容易記 台一線 臺灣第一條 日本人從北到南開通的 叫做台一線 也叫做縱貫線 縱貫南北 有沒有 就是日本 包括中貫鐵路也是 就是在稱呼說 從北到南打通的 台一線 那麼你如果說在台一線 你開車 你都不用加油 你都加水都會跑 好 那你說長到 我就沒有意見了 如果說你是加汽油 才會跑的 那你要給我講 是台一線 這樣了解 OK 好 再來 偷渡客 是偷渡客錯 那我們要怎麼改 你要去人家的國家 要透過正常的管道 先要在你的國家裡面的 你要去 比如你要去美國 你又就要到台灣的 美國在台協會 去申請簽證 是以前啦 現在是電子簽證 以前你要去那邊面試 好 他通過以後 才給你美簽 你拿了美簽 還有拿了你的護照 你才可以到出國 坐飛機到美國 到海關他一看 喔 你有美國的簽證 OK 你怎麼會在裡面 不好意思 那剛才的車子 好 那 那時候大概二十幾年前 台灣經濟正好 台灣已經陰腳了 那時候福建 很多人要來台灣打工 都從福建 那個福州 外海有一個大島叫做平潭島 從那邊坐遺傳 偷渡 從新竹南遼漁港 偷渡上岸 或者從屏東的東港 那邊偷渡上岸 那邊偷渡上岸 來台灣打工 南安寧里一大堆 抓到 報紙就說 又抓到幾十個大陸偷渡客 好 送去什麼淨儒 去安置 有沒有 那這個是錯誤的 要怎麼改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好 偷渡是犯法的事 當然是偷渡犯 怎麼會變成客人呢 如果偷渡是要講偷渡客 這個邏輯可以通的話 那如果我們有一天回家 我們發 門打開發現 有小偷在我們家裡面 偷東西還沒有走 那你要跟他打招呼 偷渡 小偷渡客 你好 冰箱有涼的 你有沒有拿來喝 因為我們要招待客人 偷渡客 為什麼會變成偷渡客 就是這邊海巡的啦 這些警察啦 很多的主管 都是中國人在做主官 副官都是台灣人在做 台灣人很早當到主官 那這些中國人 看到從福建來的那些 這是我們祖國來的 這是我們的兄弟姐妹啊 當然是客人啊 客人好不容易用偷渡的方式來找我們嘛 找我們玩啦 這客人啊 偷渡客 他們的心態是這樣 不然你為什麼偷渡到美國會抓起來 還要判刑 好 再來 今年民國幾年了 現在民國幾年 民國 中華民國 已經在1949年就滅亡 全世界已經沒有這個國家了 我們還在用民國 所以我們要怎麼改 西岩 對 沒錯 要改成西岩 那要怎麼算西岩 換算西岩 你習慣了中華民國 你如果50年是生的 你就加11就好了 1961年出生的 加11就對了 好 再來 台灣總統陳水扁 這句不對 要怎麼改 因為台灣沒有 台灣不是國家 所以台灣不可能選出一個總統 現在是我們頭上有 我們被人家戴了一個帽子 叫做中華民國 他是中華民國的流亡總統 陳水扁 因為中華民國是 從中國流亡到台灣 所以他們是選了一個流亡總統 包括李登輝 他也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總統 好 這個觀念都要搞清楚 再來 喔 台灣退出聯合國 這個錯的那要怎麼改 中華民國也不太對 也不對 好 這樣講啦 台灣 台灣不是國家 因為聯合國是以國家為單位 才可以加入 所以台灣不可能加入中聯合國 就好像說 那個一個門 那個房間 我從來沒有進去那個房間 結果你說 我從那個房間退出來 那叫什麼 看到鬼 我從來沒有進去那個房間 你說你看 我從來拿出來 台灣退出聯合國 台灣就不是國家 哪有可能 他拿出來 台灣將來不加 你進去聯合國 所以就不可能台灣 會退出聯合國 所以我沒有進去那個房間 你說你看 我從來拿出來 那叫做看的鬼 我們知道了 好 其實中華民國也沒有提出 中國都沒有提出 是蔣介石代表被逐出聯合國 China China是一個國家 但是誰去當他的政府呢 有很多個政府 有蔣介石政府 然後蔣介石被逐出以後 就毛澤東政府的代表 去坐這個位置 這樣懂我的意思 國家的名號還是在 China沒有退出 只是被派去的那個代表被逐出 所以不要講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中華民國沒有退出聯合國 好 1979年美國與台灣斷交 這句話錯 那要怎麼改 對了 就是台灣不是國家 所以台灣不可能去跟美國建交 所以也就不可能跟美國斷交 是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 這樣懂了 嗯 現在也是中國的建交啊 他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是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對沒有錯 就跟China一樣嘛 蔣介石的不被承認被趕出去了 現在毛澤東 還是China啦 中國啦 這個叫做中國代表權的之爭啦 不是中華民國 現在全世界都承認 大部分啦 除了23個小國家承認中華民國以外 大部分的國家都是認為中國只有一個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跟我們啦 跟中華民國有邦交 那他也是中華 中華還是中華民國有邦交 這個一樣他們是用China 台北沒有錯 好 OK 我們繼續 好 從中國來的都不是好東西 好 我們來講說東西 你有沒有看人家在罵 你算什麼東西 罵人的都是用東西 沒有人在罵說 你算什麼南北 沒有啊 就是不好的才叫做東西啦 為什麼 好 我講一個例子 台灣生產的香蕉 很好吃 香蕉 巴拿拿 還有芒果 又香又甜 你如果把香蕉 在台灣出產的香蕉跟芒果 你往西運賣到廈門 賣不到好價錢 因為緯度差不多 你有他也有啊 他那邊也有種香蕉 也有芒果啊 可是他土地人工都便宜 所以他一斤賣人民幣5塊錢 他還有賺 我們這邊運過去賣15塊還虧本 因為還要加上運賣 我們這邊生產的成本高 所以沒有錢賺一定會虧本 可是你如果把台灣的芒果跟 那個巴拿拿 往北運賣到日本東京 三倍價錢 本來台灣一斤50 到那邊150以上 已經賺錢 一樣的日本的 那時候台灣沒有蘋果 沒有梨子 日本寒帶的蘋果梨子 運來台灣賣 也是三倍的價錢 所以你到台北迪化街 還有高雄的三鳳中街 他們賣的東西叫做南北貨 沒有人在賣東西貨 對不對 你賣的是南北貨 沒有人在賣冬菜貨 對不對 因為冬菜貨都了解 所以你算什麼東西 你賣這個香蕉 我們這裡摸四季 你進口香蕉來台灣賣 用笑 那算什麼東西 你如果說去南北貨 進香蕉回來賣 我給你摸四季 算什麼東西啊 我們這裡摸四季 你如果沒辦法 或是你去中國那裡進口香蕉來台灣賣 沒人買 OK 好 我住屏東 我的那裡頭很大顆的 很溫暖的 很燙的 我很怕冬天 冬天 中國那裡就寒流來 所以中國來的 這個 我 我從印象到今 我就洗完 好 中國 我們都七十八公 大陸寒流 那個大陸寒流要改 中國寒流 再來 沙塵報 沙塵報 十幾年前開始有沙塵報 以前沒有 這個有沙塵報的原因就是毛澤東這個天才 那以前就是為了要超音感美 有沒有 人民公社就用什麼土法大鏈鋼 就把那個人民公社附近村莊的樹木都砍下來當草那個柴燒 結果很多樹木砍光光 後來那些樹根就慢慢爛掉 土地沙漠化 東北季風一來就風就沙塵報就飛起來就會飄到台灣 以前樹木很多不會 好 再來 霧霾 霧霾這是最近三五年才有 就是二 差不多二十幾年前開始 中國變成世界的工廠 什麼都好 你只要下訂單給我 讓我有工錢賺我都做 所有的高污染的高耗能的通通下訂單給中國 中國就生長 所以他們那邊很多化學的毒氣都上來 然後那些毒氣會飄 東北季風的時候就飄到台灣來 那些毒氣現在在北京上來 那大都市一到冬天目茫茫看不到 那個虛錄對我們的肺部是不可逆轉的傷害 所以很多外商的高級主管都一直在撤退 所以要拍新的高級官員去大家都不要 因為他知道去那邊對身體很傷害 好 鄭成功 他成功我們就失敗了 為什麼 如果鄭成功沒有把荷蘭人趕走 那荷蘭人他算是海上強權 他的海軍很強盛 全世界到處在找新的品種 所以很多新的品種會引進來 結果因為鄭成功把他趕走 如果說那時候沒有被沒有鄭成功的事件 荷蘭人繼續管我們到現在 那我們一定跟荷蘭人混血 荷蘭人頭髮紅紅紅 又高又大 你知道混血 男孩子英俊女孩子漂亮對不對 到時候一直混血混到後來 如果現在中國人來台灣玩 你看都長這麼高 紅頭髮皮疼疼疼 眼睛溜溜溜溜 然後都說荷蘭人 這不是我們神聖不可分割的台灣 應該不是 這跟我們不一樣 這樣了解嗎 他就不會再說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所以他成功 成功跟荷蘭人說我們算失敗 因為1624年 荷蘭人來占岩盆 來南這個岩盆 同一年荷蘭人也去占 紐約曼哈頓 把紐約曼哈頓改一個名字叫 新阿姆斯特丹 你看看 差不多三百年後 三百年後 紐約變成全世界最大 最先進最負數的都市 安平 以前還叫做 一戶二戶三萬角 第一名的 在台灣第一名 一戶二戶三萬角 現在呢 第三名的保護主 現在五都 從台北都 從高雄都 從台中都 現在八第四名 所以 不要正常說來 我們現在首都可能 要再到台南 好 再來 大清自台 這剛才有說過 我們台灣 兩百十二戶 無栽料 蓋一條 好的總管線 第一線 兩公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我才會這樣 中華民國害台灣 他不要來 當初如果是美國 直接占 我們搞不好 我們走到回歸日本 像琉球這樣 回到日本 我們走到新幹線 就高鐵了 日本四十年前就高鐵了 我們五十年前 前方 比較有這個高鐵 那時候阿扁在做 還有 媽媽叫他們 這頂人 疼 說這頂人 鼓勢有嗎 那時候 我們就 跟他抓抓 說好 如果開了 你不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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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也坐到 難免不好 好 好 所以 難免以來 我們像日本 變先進 你會說 嗯 日本時代的 都大超處 都騎腳踏車 我們現在大家都開車 大都空暗頭的 你現在就要逼說 平平六十九年了 人現在日本進步 對不對 你不要說 現在 六十九年前 日本時代 當然那時候 比較老公 當然那時候騎腳踏車 就算好了 還有一句 說到腳踏車 有人在說 說好 這空明車不對 那不是空明發明的 腳踏車是 英國人發明的 好 再來 金蓋舊 這又是兩公 這又是壞 壞東西 很多老一輩都 跟我們這 那時候我年輕都說 好 當時 美國怎麼不要把那兩顆原主團 來勸台灣 我們跟我們 新兩顆原主團 也不要先到這顆炒一頭 這疑害百年 廣島長期 差不多三十年了 人家重建 都市更新 重建後 人家就好死了 結果 這跟漁土 又在台灣 全世界都要學校 還要全他的當上 說什麼 民族的救星 世界的偉人 有什麼 有偉人 全世界 台西人 台上的一百第四名 好 好 這個甘願說 先去炒一頭 也不要 甘願新的原主團 也不要先去炒一頭 好 我們來分聽說 為什麼美國的全國務卿跟我們說 這個包圍有說 台灣跟中華民國都不是國家 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 台灣不享有國家主權 那麼因為台灣是美國境外的國內 我比較喜歡用這句話 境外的國內 因為 但是台灣關係法 又是美國的國內法 美國人要來台灣 他也要拿護照 才能夠進到台灣 可是他又用國內法在管台灣 很奇怪 美國對台灣有管轄治理權 現在由台灣治理當局代理中 好 那麼 我們來檢討一下 認定國家有四個標準 第一個 要有領土 要有人口 要有政府 還有外交權 我們來看 台灣國有沒有領土 沒有 因為這個領土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台灣國有沒有人口 不好意思 你抵制中華民國的國民新聞前 我們潛在的國籍是大日本國的人民 再來現在這個政府 也不是台灣政府 是叫做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所以也沒有政府 你說有23的外交的國家 這23的國家 差不多半年以外 好像又碰到一個甘皮 其實你把他們的外交公報拿很大 都是中華民國去寫人簽的建交公報 不是在台灣國去寫人簽的 所以在台灣國這四行都沒有 當然台灣國不是一個國家 這是確定的 好 我們都拜觀公 媽祖所以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都用漢字 所以都是中國人 如果這個會通 這個邏輯怎麼會通 這樣如果姓亞所有的都以色列人 還是美國人 如果姓 摄下母年後來都印度人 所以這個邏輯不通 好 我們都用漢字 如果用漢字就中國人 這樣 新加坡的中國人 韓國以前也都用漢字 包括現在的日本也要在用漢字 日本人都被中國人 這個邏輯不通 這樣了解 好 那麼 很重要來 來看 為什麼美國說台獨代表戰爭 過去我們都認為說 喔 阿強要跟我們打 其實不是 來我們來看 這個美國的前副國務卿 走立刻 他說 他在美國國務會 眾議院國際關係委員會 美中關係聽證會 明確表示 讓我清楚說 台灣獨立就是戰爭 作為副國務卿 一級的美國主要官員 如此直率的把台獨與戰爭 直接緊密掛光 在過去極為罕見 讓我把話說白 獨立意味著戰爭 而這意味著我美國要出動 陸海空軍還有海軍陸戰隊 這四大軍種要幹嘛 打台灣 所以是美國要台獨的話 是美國要打台灣 為什麼 這塊土地是 等於說日本天王還沒有拿錢 來付戰爭債 像琉球要付三億兩千萬 這個戰爭債你還沒有還清楚 是抵押在我手上 你要給我搶去哪裡 你要給我拿走 當年跟你打仗 所以問題就出在這裡 好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下次高級班 我再來詳細解說 好 謝謝各位 謝謝